在娱乐圈无论是男星还是女星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够吸引许多人的眼光 做最闪耀的一颗星 为此女星们总会想尽办法去搭配自己的衣服 地球穿出最有魅力的感觉 景田与杨颖都是娱乐圈如今很红的女星 两人共同出席活动 却受到了许多网友的讨论 景田是娱乐圈的当红小花蛋 人长得美拍过不少的电视剧 因为很低调 不炒作话题 经常被网友调侃 气火人不火 但是景田确实称得上是女神了 这样的红色礼服 看起来确实花了不少的心思 既显得端庄又舒雅 而杨阳呢 因为黄小明的缘故也一直备受关注 模特出身的她演技不到位 被许多网友吐槽 然而人家也是大美女一枚 出席活动穿了白色的礼服 看起来非常的庄重 然而站在白色牌子下面 反而显得太淡了 网友说 看起来好不起眼 白花花的一片 两人都是同样的身为礼服 却穿出了相反的效果 相比而言 还是景田看起来更加的有魅力 也不知道是不是衣服的原因 杨阳的这身衣服 反而没有凸显她的身材 真的是适得其反 景田成功的把杨阳的人气压下去了 掌握动感脉搏 聆听热的事件 关注巴勒 要你好看